这期继续讲深圳第59篇,后来,周润华的妻儿在国外出车祸,双双离世,而周润华又去纠缠自己的老情人郭敏,郭敏并不理睬周润华,周润华也不和别的女人来往,看样子就算等到地老天荒也要等着郭敏回心转意。 这种情况下,秦文琛主动把自己的儿子改为姓周,一家人搬进周润华购买的大别墅里,目的就是要让周家把周伟当作儿孙,将来好继承周家的产业。 周润华找到自己的两个女儿后,秦文琛的这个计划就成了泡影,于是他打算搞乱志华集团。 他明白一个道理,乱世出英雄,只有在混乱当中才能有机可乘,才有可能为自己谋取到福利。 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他,故意盲目扩张,瞒上七下,有些项目还没有到达最佳时机,他就开始执行,而且不断地加大投入。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志华集团的资金紧张,加上他自己有一些贪污行为,就致使了志华集团的资金链断裂。 大家在病房里气嘴巴舌,吵吵嚷嚷,完全没有顾及病床上的周润华。 不一会儿,护士走了进来,很不客气地喊道,大家都出去,不要影响病人休息,这里是病房,不是搞聚会的地方。 众人才意识到,长时间聚集在病房里不好,于是都跟主人家周润芳和周梅打了招呼,便离开了病房。 护士给周润华挂上书页瓶之后,对阿梅和周润芳夫妻说道,你们留一个人在病房里就可以了,新的护工马上就来,护理方面的事你们不用担心。 护士走后,秦文称笑着说道,没没,我们下午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你多陪陪你爸爸,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 阿梅点点头,她也不想跟这两个人待在一起,他们走了,自己好清静地想想将来怎么办,要往哪个方向走。 如果许冰冰答应接任志华集团的董事长,那么他们在一起相处会很尴尬的,毕竟她做了对不起许冰冰的事,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现在的许冰冰对她是如仇敌,肯定不会给她好颜色看的。 阿梅知道,如今的许冰冰虽然拥有了一家资产六七千万的公司,但是这跟庞大的志华集团相比较,如同天壤之别,面对这么大的一坨肥肉,她会不动心吗? 所以,一定要阻止许冰冰到周家来,只要她不来,阿梅就还有机会担任志华集团的董事长,因为她看得出来,相比周润方,股东们还是要偏向她一些。 想到这里,阿梅掏出手机,拨打了司机小张的电话。 小张接到阿梅的电话之前,已经给刘大勇打过电话了,刘大勇把许冰冰的电话号码给了她,除此之外,刘大勇也帮不了她什么,只能靠她自己去和许冰冰沟通。 周家这两位千金的事,小张基本上是了解的,她正想着怎么跟许冰冰说这事,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阿梅的电话就打来了。 喂,大小姐。 小张,以后叫我梅姐就可以了,不要大小姐二小姐的,好吗? 好的,大小……不,好的,梅姐。 小张,你现在在哪儿呢?找阿冰的是怎么样了? 小张人年轻,也还算比较耿直,回答道,我刚才问过大勇哥了,知道了冰姐的电话号码,我正想着怎么跟冰姐说这事呢? 小张,你先回来,送我去公司。 周润华病倒后,劳斯莱斯成了阿梅的作家,如今的小张自然成了阿梅的司机兼保镖。 对于阿梅的安排,她不好不听,只好答应了她,调转车头向医院开去。 小张到医院停车场的时候,阿梅已经在那儿等着她了,她挺着肚子,戴了一副墨镜,在停车场旁边夺着步子,若有所思。 劳斯莱斯停稳后,小张正要下车给阿梅开车门,阿梅已经上前拉开副驾位置的车门,坐上车来了。 小张感到奇怪,要是平日里,阿梅是要等到她下去开车门才上车的,毕竟她是周家大小姐,有着尊贵的身份,这当然也是小张的职责。 但现在,阿梅不但不等她下车开门,还坐到了副驾位置上来,这是明显地故意放低身段,抛开了尊贝,像朋友一样对待她。 见阿梅已经坐进车里来,小张也不好说什么,启动汽车驶出了医院,向志华集团方向开去。 小张,你家乡是哪里的?阿梅亲切地问道。 大小梅姐,我家乡是四川的。 小张有点受宠若惊,要知道,平日里,阿梅从来不会跟她多说话,更不可能跟她拉家长。 四川好啊,云贵川那一带总是出帅哥美女,你看看刘大勇兄弟俩,她家是云南的,离你们四川也很近的。 我们娱乐圈里有好多美女都是四川的,比如说大美女刘小庆。 阿梅侃侃而谈。 小张不傻,知道阿梅在跟她套近乎,但这番话听起来挺顺耳,加上出自周家大小节的金口,就更加让人飘飘然了。 哪里?帅得漂亮的是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好看的。 比如说,我就不行,长得给西南人们丢脸了。 哈哈。 小张憨笑道,不,你的帅跟他们不一样,刘大勇他们属于浓眉大眼型的,你属于日韩式的,眼睛细长,单眼皮,眉毛长,脸有点扁平,很多韩国明星都是你这种长相。 阿梅绘声绘色地说,长相平平的小张哪里得到过这样的夸奖? 立即乐得红了脸,咧嘴笑了起来,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不自觉地把车也开快了起来。 慢点慢点,小张,别开那么快。 我爸爸比较严肃一点,我就不一样了,表面看严肃,但是内心是很好相处的,慢慢你就知道了,以后跟着我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对了,我认识很多小明星,个个都很漂亮,改天我介绍几个给你认识。 美姐,我一个开车的,和明星交朋友,不太现实吧。 小张腼腆地说道,但心里却充满了稀奇,男人哪个不想认识美女。 哎,不要瞧不起自己吗?开车怎么了? 你要看给谁开车,你是司机加保镖的双重职业。 小张,你跟着美姐我好好干,改天有空我一定给你介绍两个小明星,喜欢就当成女朋友,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就完完算了。 听到这话,小张心花怒放,血气方刚的单身男人,谁不想枕边有个美女,作伴。 怎么可能随便玩玩,我是很专一的人里。 阿梅没有再说这个,沉吟了一下之后说道,小张,找阿斌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他那个人很难相处的,就算你找到他,他也不会来的。 小张怎么会不明白阿梅的用意?犹豫了一下之后说道,可是股东们叫我去找他,我怎么跟他们说呢? 你管他们干嘛?他们虽是公司股东,但是没有权利指派你做事,在志华集团你只要听我的就行了。 小张点点头,确实是这样,他是董事长的司机,只听从董事长的安排,如今周润华算是废了,他自然要听从周家大小姐的。 至于周润华希望许冰冰接任董事长职务的事,多半不能成功。 许冰冰的性格,他是略知一二的,他要是个攀龙富凤,攀徒富贵的人,早就进入周家大门了。 上次冒充周梅来家里吃饭,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见小张点头,阿梅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放心跟着梅姐吧,改天给你介绍女朋友。 阿梅这一招果然厉害,凭着一张嘴就把小张轰上了天。 要想打倒男人,只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钱财,二是美色。 钱财太直接,也太俗气,要是对方拒绝了,也会尴尬,而后者就不同了,比较委婉。 不至于大家尴尬,再说了,阿梅这等于是在给小张开空头支票,先把他哄高兴了,能不能兑现,以后再说。 劳斯莱斯到了志华集团之后,又遭到一波记者的拥堵。 阿梅老早就升起车窗玻璃,并拉上窗帘,不让记者们看到他坐在车里。 小张一直对记者都比较强势,一阵喇叭开道,车速也开得比较快,于是就顺利进入了志华集团的大门。 下车后,小张跟在阿梅的身后,陪他向董事长办公室走去。 自从周润华病倒后,阿梅已经来过两次志华集团,一开始他还有点不自在,毕竟自己未婚先孕,怀得又是刘大勇的孩子。 可后来他觉得,公司里的人们对他也挺尊重的,一个个点后嗨腰,甚至有人还称呼他为周董。 这让阿梅觉得,这事也没什么,孕妇怎么了?未婚先孕怎么了?妹夫的孩子又怎么了? 我有生育的权利,我生的是我爱的男人的宝宝,这有什么错?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 阿梅挺着肚子,很有气势地走进董事长专用电梯,带着小张来到公司的18楼,这里是周润华的办公室。 一出电梯,小张就不再跟着阿梅进办公室了,给阿梅开了门之后就走到不远处的司机房里休息。 董事长办公室非常气派,这是一个硕大的套间,一进门就是助理的办公室,再经过一道门才是董事长办公的地方。 办公室宽大无比,一套真皮组合沙发摆放在中央,半面墙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大都市的繁华。 办公桌自然也很宽大气派,由屋幕做成,后面有一个高大的书柜,周润华是个爱看书的人,所以书架上各个领域的书籍都有。 阿梅在周润华的大班椅上坐下,问下内线电话叫来门外的助理,了解了一下公司里当前的状况,经过一副思索后便投入到工作中,俨然已是智华集团的掌舵人。 就在阿梅的脚下,公司的17楼是总经理周润芳的办公室,旁边的办公室是副总经理秦文琛的。 这两套办公室的规格就远不如楼上董事长办公室那么高大上了。 但这并不重要,已经到了这个阶层的人不会在乎这个,他们在乎的是权力的大小和能够进入自己账户的财富。 此时,秦文琛正坐在总经理办公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鼓动周润芳,希望他赶紧为他们一家子做打算。 润芳,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如何你都坐不上董事长那个位置了,如果再不想办法撤退,我们将会变得一无所有。 周润芳坐在秦文琛的对面,若有所思,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之后说道,咱们有必要这么做吗? 大哥以前对我们不错,现在公司陷入困境,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怎么会是过分呢?这是明智,你想想,与其等到最后,大家一起完蛋,还不如提前为自己留条后路。 我们先让小伟在外面悄悄成立一家公司,趁着现在,不管是周梅也好,许冰冰也好,他们对公司业务不熟悉,我们就把公司里的资源慢慢转入到小伟的公司里。 以后志华集团要是不倒闭就好,要是倒闭了,我们还有一条后路。 一家人去经营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多好啊,是不是? 见周润芳还在犹豫,秦文琛又说道,润芳,今天早上和中午的那阵事你还没看清楚吗? 不管怎么样,这个董事长的位子是轮不到你了。 大哥已经明示了要许冰冰来当这个董事长,就算许冰冰不来,最后坐这个位置的人还是周梅。 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三口在公司里就会被排挤。 公司要是过不了这一关,我们也会跟着完蛋,要是把这一关度过了,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与其这样,不如早点做准备。 周润芳全横在三之后,说道,那好吧,今晚回家后,我们就和小伟商量这事,行的话明天就开始实施。 得到周润芳的支持后,秦文琛喜笑颜开,起身走到周润芳的身后,为她捏了捏肩膀。 我就说嘛,还是我老婆英明。 周润芳拿开她的手,去去去,回你办公室去,上班时间,正经点。 秦文琛弯腰把脸在周润芳的脸上贴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走出办公室。 在走廊里,她遇到了周润芳的助理,抱着文件走过来,高跟鞋嗨嗨作响。 职业套装把她的身材包裹得凹凸有致,两座山峰随着走路的节奏晃动着。 两人擦肩而过之际,都停下了脚步,秦文一边开游,一边傅耳对她说道,爱死你了。 我今晚在凯悦酒店等你。 改天,今晚有正事呢? 一个小时前,在酒店里,正准备和唐丽娟他们上楼去学习的许冰冰接到了刘大勇的电话。 刘大勇在电话里说,阿斌,小张刚才打电话给我,要你的电话号码,我跟他说了。 小张,哪个小张? 许冰冰冷冷地问。 周叔的司机,就是那天在机场叫你的那个。 哦,他没打电话给我呀,有什么事吗? 他没说,估计是周叔生病的事,想让你去看看吧。 许冰冰沉默了一下,问道,周润华到底得什么病了? 脑中风,听阿梅说现在偏瘫了,说不了话,半边身体不能动。 许冰冰听到听阿梅说这几个字,有点不舒服,想象着刘大勇和阿梅随时都在联系。 不过周润华的病情也让他感到惊讶,偏瘫,说不了话,半边身体不能动,这可不是小事。 生性善良的许冰冰虽然憎恶周润华,但是他毕竟生了大病,这让他的心里生起了怜悯之心。 放下电话后,许冰冰坐在床檐上发愣,唐丽娟问道,怎么了? 许总,出什么事了?周润华得了脑中风,偏瘫了,说不了话,半边身体不能动。 怪不得那天他的司机跟你说他生病了,原来还真的挺严重的。 唐丽娟说,小莫问,那刘大勇叫你干嘛呢?叫你去看周董吗? 曾经作为周梅助理的小莫,跟周润华也见过几次面,他一直称呼周润华为周董,周润华对他也挺客气,所以他不像唐丽娟和许冰冰那样对周润华直呼其名。 他说小张找我,要我的电话号码,可小张也没打电话给我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瞎编的。 许冰冰说,唐丽娟想了一下,许总,我觉得刘大勇没有骗你, 或许小张真的想叫你去看看周润华,可后来又觉得叫不动你,所以就没给你打电话了。 既然事情都这样了,你去看看周润华也是应该的,毕竟他是你亲爸。 对,许总,我也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周董,他以前是个什么人我不知道,凭我现在对他的感觉,他那个人还是挺好的,对人也挺客气。 小默说,伪君子就是表现这样的,表面倒貌黯然,实际上一肚子坏水。 走吧,我们先去上课,上完课再说。 许冰冰说,三人一起走出酒店房间,乘电梯上楼去上课。 课上,许冰冰常常走神,不自觉地想起周润华生病的事,想象着他卧病在床,半身不随,不能言语的样子。 上完课后,唐丽娟说,许总,我看到你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想去就去看看吧,我们陪你去。 小默也说道,对,反正待在酒店里也挺无聊的,我们陪你去看看。 于是,三人回房间放下了学习用品,走出酒店,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周家大别墅而去。 下车后,小默去愣响了别墅大门上的门铃,庸人认识小默,再歪头一看,就知道是二小姐来了,赶紧开了门,请他们三人进屋。 周董呢? 小默问道,没在家里,在医院里呢? 庸人回答,我们还以为在家里呢? 他在哪家医院? 小默问,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管做自己的事情,不去过问这些事。 庸人说,谁在家里? 周老爷和周奶奶。 小默回头对许冰冰和唐丽娟说道,走吧,我们进去问问两位老人。 三人正要走进别墅大门,周家两位老人走出来了,老远就喊道,冰冰,你可回来了。 许冰冰走上前,笑着问道,爷爷,奶奶,你们还好吧? 儿子病成那样,两位老人不可能不伤心,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要承受这么大的打击,这让许冰冰有些于心不忍。 我们还好,能看到你回来,我们就更好了。 周母说。 周父问道,冰冰,你是来看你爸爸的吧? 对,他在哪里? 我们还以为他住在家里呢? 还要过段时间才能到家里来,他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呢,说不了话,半边身体动不了,很可怜呐。 周母含着眼泪说,在哪家医院? 许冰冰问道。 周父说,走,我们带你们去看看,刚好我们也想去看一下。 许冰冰见两位老人想要去,说道,那好,我们大家一起去吧,可是这儿不好打车,刚才不应该让那辆出租车走的。 没事,我叫厨师送我们去。 周父说着,就叫旁边的庸人去叫大厨师。 很快,一个胖子从别墅旁边的司机保姆房里出来,对周父说,老爷,您叫我。 开车送我们去医院看看润滑吧,他小女儿来看他了。 周父带着喜色说,大厨师看看许冰冰,笑道,二小姐好。 许冰冰对他笑了笑,我们一共五个人,刚好坐一辆车,如果你要去的话就是六个人,就得开两辆车去。 你有车钥匙的话,就把钥匙给我们吧,你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开车去就行了。 好,你们去吧。 我还要准备晚餐呢,我那辆帕萨特不行,等一下,我去拿A8的钥匙给你们。 大厨师摇摆着身体,大步回到司机保姆房,拿了一把奥迪A8的车钥匙出来,递给许冰冰,然后指了指车库方向说道,车在哪儿。 大家向车库走去,唐丽娟说,许总,我来开吧。 便拿过许冰冰手里的车钥匙,打开了车门锁。 大家一起上了车,许冰冰陪二老坐在后排,唐丽娟开车,小莫坐在副驾位置。 汽车驶出别墅后,按照周家二老的指引向康仁医院驶去。 病房里,新来的护工刚好给周润华做完护理,见有人来看病人,立即站到一边去。 许冰冰走在前面,看到周润华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心情复杂,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周润华见许冰冰来了,高兴起来,嘴里呜呜地叫着,想坐起来又坐不到。 护工见状,走过来把床头升起,并用枕头给周润华垫好头。 润华,冰冰来看你了。 周母高兴地说,唐丽娟和小莫知道自己是外人,没有上前,坐到旁边的沙发上去。 周润华和蔼地看着许冰冰,而许冰冰却面无表情。 对于周润华现在的处境,他只有同情和怜悯,并没有感到心痛,毕竟他对周润华没有感情,他对于父亲的感情,全都在养父许文发身上。 冰冰,周润华无法表达,只能这么叫着,多叫几声后,口水流了下来。 担心在女儿面前丢了愁,又抬起能动的那只手去擦拭。 你说不了就不要说了,我看看你就走。 许冰冰说道,语气冰冷,但又似乎并不冷漠。 大家都不知道,关于董事长任职的事,只有周润华想跟许冰冰说,这是又没法表达,嘴里还在呜呜地叫,还用那只能动的手比划着,可无论他怎么比划,大家都不明白。 许冰冰就这样面无表情地看了一会儿周润华,便跟二老道别,准备带着唐丽娟和小莫离开病房。 唐丽娟说,我们不送两位老人回家了吗? 许冰冰这才意识到他们是开周家的车来的,这样走了,车子和两位老人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阿梅和周润芳走进来了。 阿梅看到许冰冰后有些吃惊,心想小张都没去找他了,他是怎么来的? 周润芳不知道,阿梅阻拦小张去找许冰冰的事,以为真是小张把许冰冰给找来了,于是客气地冲许冰冰笑了笑,问道,冰冰,你什么时候来的? 许冰冰没见过周润芳,凭着他那神似周润华的长相,估计着他就是周润芳,也礼貌性地对他笑了一下,刚来没几分钟呢。 你爸爸跟你说的事情,你答应了吗? 周润芳问道,相比之下,他更愿意许冰冰接任董事长职务,因为许冰冰和他之间虽然不熟,甚至不认识,但他们之间起码没有矛盾。 什么事? 许冰冰问道,接任董事长的事啊,小张没跟你说吗? 周润芳问道,接任董事长。 许冰冰一脸茫然,唐丽娟和小莫面面相去,也不明所以。 阿梅站在旁边,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一句话不说。 你看你爸都成这样了,总要有个人来替他管理志华集团,你爸今天中午点名要你来接任董事长职务,股东们才让小张去找你的。 周润芳解释道,许冰冰这才明白刚才周润华呜呜地想表达什么,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道,谢谢,我不能担此重任。 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唐丽娟把奥迪A8的钥匙递给周润芳,也和小莫一起走出病房,同许冰冰一起下了楼,打车去往他们学习的那家酒店。 三人刚进入酒店房间,许冰冰的手机就响起来了,她掏出来一看,是阿云打来的。 喂,阿云姐,阿冰,你们去上海学习回来了吗?没那么快,还需要一段时间呢。 哦,那我还是去西乡找个地方住下吧,蛇口那边我不熟悉。 你这就要离开东莞了吗?你和阿殿闹得怎么样了? 我和阿杰正在离开东莞的大巴车上。 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从江门办理离婚手续回来了,我什么都不要,只要阿杰。 他喜欢蓝宗洪,就让他去跟蓝宗洪一起过吧。 我估计他也不喜欢蓝宗洪,不过,不管怎样,你跟他离婚是对的,这样的人没有必要跟他在一起过一辈子。 哎,我要知道,你这么早就离开东莞,就应该把蛇口家里的钥匙留给你的。 没关系,我和阿杰在西乡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等你们回来了,我们再去蛇口。 许冰冰有点惋惜阿云的这种离婚方式,说道,你应该跟他要点钱,三十万五十万也行,起码为自己买套房子,你这样也太感情用事了。 我不稀罕,他喜欢就让他拿去吧,我只要我的儿子,我相信凭自己的双手,也能把日子过好。 好,阿云姐,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有骨气。 等着我们吧,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放心吧,只要把公司做起来了,我会分股份给你们的。 好,谢谢你阿兵,不跟你说了,我们快到西乡了,我安顿好了,再打电话给你。 好,那你自己小心。 阿云挂了电话,在前面西乡路口下了车,一只手拉行李箱,一只手牵着阿杰,站在路边等着出租车的到来。 第二天早上,刘大勇和余音他们正在商场里说着昨天工作上的事情,一个女顾客牵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走了进来,刘大勇定睛一看,那不是阿云和他儿子阿杰吗? 阿云,你们怎么来了? 阿云浅浅一笑,我们无家可归了,来投靠你呢? 刘大勇知道,阿云是开玩笑的,但是看到他带着阿杰来到西乡,就预感到他和阿店之间肯定闹矛盾了。 走吧,去我办公室里说。 刘大勇说道,随即摸摸阿杰的脑袋,小子,怎么不叫叔叔,好像不高兴是吧? 大勇叔叔好,我妈跟我爸离婚了,我教他们别理,他们偏要理。 心理的猜想得到证实之后,刘大勇对阿杰说道,大人的事,小孩子不懂,你以后好好跟着你妈妈就好了。 刘大勇带着阿云娘俩往办公室里走,商场的办公室不像公司,当看到是集体办公室后,阿云说道,干脆去我那儿吧,你这儿太乱了,我还得上班呢,走远了不好。 刘大勇说,不远,就在隔壁。 阿云说,刘大勇明白了,这娘俩就住在隔壁的宾馆里呢。 于是和他们走出商场,进入隔壁的宾馆大厅,在角落的沙发上坐下,你们什么时候住到宾馆里来的? 刘大勇问道,到了这儿也不通知我,我家里也是可以住的吗?何必花钱? 阿云笑了笑,你一个单身男人,我们是孤儿寡母,怎么好意思呢? 刘大勇想想也是,那你们有什么打算呢?阿杰还上着学呢。 在交熟金给小刚他们之前,我就跟阿兵说好了,离开东莞就去蛇口帮他,可他们现在在上海,我只好住在西乡等他们几天,西乡这边我们住惯了,对这儿都有感情了。 刘大勇问道,你去帮阿兵?他去上海学习什么呢? 房地产,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刘大勇摇摇头,他现在跟我不会多说一句话的。 阿云感叹道,你们男人就只会想着自己,图自己快活。 阿店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所以就不要怪人家阿兵要离开你了。 我跟阿店不一样。 刘大勇激动起来。 好了,咱们不说这个,好歹大家还算是朋友,我是因为住在这里,才进你们商场看看的。 要是离得远了,我才懒得去呢? 刘大勇觉得跟阿云继续争执也没必要,毕竟那是他和许冰冰之间的事情。 再说了,这对母子也挺可怜的,何必大家搞得不愉快呢? 当了解到阿云什么都没要,就跟阿店离婚了之后,刘大勇倒吸一口凉气,心想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如此硬气的女人。 不过离婚是他提出来的,他又要孩子,所以没拿到钱也正常。 加上如今的阿店已经到了是钱如命的地步了,怎么舍得给他钱? 当然了,也有可能这是阿店故意在惩治他,不给钱,看你能撑多久,最后还得乖乖倒回去求他。 阿店夫妻俩的上次复合,刚好处在东创公司倒闭的时候,那时候阿云看在孩子的份上,跟阿店复合去了东莞,也许正是因为这样,阿店才认为阿云离不开他。 经过了背后整刘小刚和李倩这件事,刘大勇也看清了阿店的真面目,所以他也赞成阿云母子俩离开阿店。 刘大勇想了一下说道,过意现在也来到了蛇口,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送你们去他那儿,他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正需要人陪呢? 郭敏来深圳了。阿云问道,对,来了两天了,他已经退出了演艺圈,打算以后长住蛇口,估计也是想来帮助阿兵创业吧。 那好啊,我们可以去他那儿,不过也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哈。 阿云低头说道,这个你就放心了,我觉得郭敏其实是个不错的人,性格跟阿兵很像,错就错在当初抛弃了阿兵他们姐妹俩。 阿云叹了一口气,大勇,我比你们要大几岁,虽然我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我比你们更能理解那个年代的不容易,加上那时候郭敏还年轻,做出这样的事当然也不对,不过是以致辞,我觉得应该多给他一些理解和宽容,毕竟他也意识到自己错了,想来弥补这个过失。 刘大勇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阿兵一直不想原谅他,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阿兵也开始试着原谅他了,但愿他们母女能和好吧。 这个时候,我们做朋友的,要从中帮他们撮合一下,以促使他们母女早日和好。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郭怡,跟他说一下,我再送你们去蛇口。 刘大勇说完,掏出了手机,拨打了郭敏的电话。 果然,郭敏听到阿兵要去他那儿住,高兴得不得了,说他马上就开车过来接他们母子。 挂了电话,刘大勇说,郭怡知道你们要去他那里,非常高兴,他马上就开车过来接你们。 阿兵笑了笑,那好,我们等他过来。 在等待郭敏过来接阿兵母子的过程中,阿兵向刘大勇讲述了这次刘小刚和李倩绑架阿杰的起因。 还有他和阿兵拎着钱去昆明赎阿杰的经过。 阿兵说,经过他后来的了解,证实刘小刚夫妻俩说的句句是实话。 阿兵确实和蓝宗红一起密谋赶走刘小刚,背后的势力人物是花老鬼。 绑架的过程中,刘小刚和李倩除了扔掉阿杰的校服外,不但没有伤害他,对他还挺不错。 吃喝玩乐基本上都在由着他,这一点令阿兵很感动。 本身刘小刚夫妻俩就是这件事的受害者,还能如此对待阿杰,算是仁至义尽了。 至于刘小刚夫妻俩的去向,阿兵一无所知,当然刘大勇也不知道。 小两口拿到钱之后就关了手机,没法联系,现在人在哪里,过着怎样的日子,没人知道。 阿兵表示,他们母子俩都不恨刘小刚和李倩,如果以后大家还能见面或者在一起,他一样还能把他们当朋友,绝对心无芥蒂。 话说得差不多了,郭敏的车也到了。 Polo车在宾馆门口停下,郭敏戴着墨镜下了车,走进宾馆里来,却不小心被宾馆前台小姐认了出来,又引起一小场热闹。 签名合照之后,店家主动退还了阿兵母子的住宿费,虽然是不到两百块钱的事情,但足以显示了老板的慷慨。 告别了刘大勇,阿兵带着阿杰上了郭敏的车。 宾馆里的一群人也站在门口目送三人上车离去,无不感叹大明星开小Polo,这其中原因没人知道。 小阿杰坐在汽车后排手舞足蹈,不知妈妈什么时候和大明星交上了朋友。 按照辈分,她应该称呼郭敏为奶奶,但郭敏外貌年轻,看上去比阿云大步了几岁。 于是阿云按照娱乐圈里的习惯,叫阿杰称呼郭敏为郭阿姨,乐得郭敏喜笑颜开。 郭敏听阿云讲起离婚的经过后,唏嘘不已,大人之间闹矛盾,受伤害的永远是孩子。 郭敏回头看了一眼后排的阿杰,问道,那阿杰上学怎么办呢? 到了蛇口再说吧,先安定下来,再给她找学校上学。 阿云说,我知道蛇口有一家很不错的私立学校,下午我带你们去看看。 阿云犹豫了一下,私立学校太贵了,阿杰都这么大了,我想还是让她上公立学校吧。 她自己现在也可以上下学了,我有时间就去接她,如果没时间也可以让她自己回家。 阿云,学费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你是过来帮阿兵的,阿杰的学费我来出,你就放心吧。 阿云惊异道,这怎么可以? 与其说是我来帮阿兵创业,不如说是阿兵在我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 郭敏你又这么照顾我,我怎么过意地去? 不要说了,阿云,你是个正直的人,我们大家以后是朋友,好好和阿兵一起把事业做好,好日子在后面呢。 见郭敏坚持,阿云也没再说什么,她打算以后一定要倾尽全力帮助许冰冰创业,用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母女。 郭敏,你来深圳之后,跟阿兵联系多吗? 打过两次电话,还好,她现在对我虽然也不亲热,但也不抗拒,慢慢来吧,我相信我们母女二人能走到一起的。 郭敏脸上带着笑,蛮有信心地说。 与此同时,上海志华集团的会议室里,股东们又齐聚一堂。 因为昨天傍晚,许冰冰在医院里明确表示不会担任志华集团的董事长, 所以大家只好又召开董事会,从周梅和周润芳之间选举一个人出来担任公司的董事长。 选举以投票的方式进行,股东人数加上阿梅和周润芳一共是12人, 大家举手表决,最后以6比6持平,还是没能选出董事长来。 又经过商议后,大家觉得还是由周润芳来决定谁担任公司董事长。 于是又有几个股份占比大的股东驱车去医院,请示周润芳。 病房里,还是那位年长的股东向周润芳说明了情况,又以同样的方式。 在纸上写上阿梅和周润芳的名字,由周润芳来指出谁担任公司董事长。 周润芳自从昨天见到许冰冰来看她后,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让她遗憾的是,许冰冰不愿意接任董事长这个职务。 事后周润芳心想,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如今的志华集团是什么情况, 她比谁都清楚,许冰冰不来躺这趟浑水也许是好事。 一张写着周梅和周润芳名字的A4纸,又举到了周润芳的面前。 她抬头看了看站在自己面前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她的女儿,一个是她的妹妹。 最终,周润芳抬起能动的那只手,指了指周梅的名字。 阿梅喜笑颜开,她此次上海之行为的就是要慢慢掌管志华集团。 没想到周润芳和她吵一架之后变成了废人,加速了她拥有志华集团控制权的速度和决心。 虽然今天的志华集团陷入困境,但是在商业上有过成功经历的阿梅并不十分担心。 危难时刻显身手,不在这种时候显示一下自己的本事。 以后哪有微信管理偌大的志华集团? 周润芳虽然神情暗淡,但也是有了心理准备的。 看来时不待我,只好执行丈夫秦文琛的那套方案了,今天下午立马叫周伟去暗中成立一家公司,要为自己的家庭做打算留后路才行。 得到结果后,大家又驱车返回公司。 阿梅雷厉风行,立即召集大家开会。 真编时必,和大家一起讨论志华集团目前的问题所在。 势必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让公司重新走入正轨。 说来说去,问题的关键无非就是缺钱。 现在的志华集团,就像一个被人抽干了血液的人,奄奄一息,要想让他起死回生。 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输血,写输够了,人就活回来了。 企业缺钱就要融资,融资最好的途径自然是向银行贷款,可是银行不是福利机构。 人家既然把钱借给你,凭得绝对不是哥们一起,要审查你有没有还贷能力。 关于这种方式,周润华在还没生病之前就已经努力过,最后是无功而返。 银行不贷款,那就只有自己想办法,首先要动员股东们注资,大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公司要是倒闭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当天下午,阿梅又召开了董事会,把公司当前的情况跟大家做了说明,希望大家投入资金,让公司度过这次难关。 其实,在座的这群老鬼,没有谁不明白现在公司面临着什么困境。 分红容易,拿钱出来就难了,毕竟需要的资金巨大,大家就算有心,但也无力。 阿梅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必须同心协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不指望全靠大家。 这么大的资金缺口,也不是靠大家注资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多使用一些融资方式和渠道,尽快解决公司资金紧缺的问题。 见大家沉闷不语,阿梅心里焦急,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她当即表示自己出资四千万,把自己在深圳退出梅资公司获得的那笔钱,慷慨地拿了出来。 阿梅心里有数,这么大个志华集团,她这几千万算不了什么,就算最后公司倒闭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几千万应该也不至于拿不回来。 见阿梅带头显示自己的决心,有几个股东开始动摇了,他们凭感觉,周润华的这位女儿并非等闲之辈,身上遗传了很多周润华的才能,做事有魄力,不拖泥带水, 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就志华集团于水火之中。 志华公司成立二十多年,从一家小公司成长为国内有名的上市企业,经历过无数次风雨, 每一次都在周润华的雷厉风行中度过难关,这一次,也许她的女儿一样能够化解危机,让公司重新回到正轨。 我出一千万,我出一千五百万,我出八百万。 大家纷纷解囊,周润芳也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她正要说话,被秦文称瞪了一眼,只好闭了嘴。 她原本想象征兴地出点前,见秦文称地眼色,只好忍住。 一场股东大会下来,加上自己的那四千万,阿梅融资一个亿多一点。 这笔钱虽然不能让志华集团起死回生,但能缓口气,暂时解决燃眉之急。 接下来,阿梅将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争取早日把志华集团带上正路,向着新融的方向发展。 话说刘小刚和李倩拿到那五百万赎金后,开着车一路到了大理。 当晚在大理住进一家宾馆,自此,计划总算顺利完成。 看着两箱子现金,刘小刚又笑又骂,笑的是计划成功,总算如愿以偿。 骂的是阿店和花老鬼不是东西,逼得他像个草扣,资产没有完全拿回来不说。 下一步该何去何从,还不得而知。 李倩把手放在圆鼓鼓的肚子上,投靠着刘小刚说道,老公,算了吧,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有了这笔钱,我们以后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是过普通人的日子是绰绰有余了。 人生在世,能平安健康比什么都好。 阿店他们现在看起来是比我们风光,但是到最后是什么结果还不知道呢? 我们能提前退出来,说不定是好事。 刘小刚听李倩这么一说,心里舒服了很多,说道,以后咱们就拿着这笔钱在大理做点生意。 大理是景区,现在旅游行业也才刚刚兴起,说不定我们在这边也能发财。 李倩转身把手搭在刘小刚的肩膀上,老公,我也是这么想的,大理是个好地方,人只要用心,在哪里都能挣大钱。 不行,我们就在大理开客栈,别的行业我们不熟悉,只有这个比较适合我们。 开客栈? 好啊。 刘小刚来了精神,这是我们的老本行,容易上手,再去疏通一下关系,整几个漂亮的。 李倩打断刘小刚的话,你看你又来了,我们要做就要做正规的,不能再搞以前的那一套了。 经过这些事,我明白了,人生要想真正的幸福,必须走正道,只有靠走正道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那好,就做正规的,想想以前的那些事,也挺累的,现在我们有孩子了,就把心态放平和一点吧。 对,挣大钱发大财谁都想,但不能走歪路,我以前就走了一些歪路,现在想想那时候太堕落了。 做人,我们得跟大哥学学,他也想发财,可他的思想比我们正值得多。 你说我哥啊,他不但值,还有点憨,我才不学他。 刘小刚不屑地说。 第二天,由于身边现金太多,李倩在酒店里守住现金,刘小看开着车出去租了一套房子,把两箱现金搬到住处,算是在大理县城里安定了下来。 有了临时的家之后,刘小刚去银行开了账户,先存入一小笔资金,打算以后用进进出出的方式慢慢把现金存入银行,避免一次存入太多,遭到审查。 随后,刘小刚又买了两张新手机号码卡,他和李倩一人一张,并通知了刘大勇,向他简单说明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好,在大理住了几天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刘小刚把加美车的针牌照装了上去,便宜卖给二手车饭,又买了一辆崭新的现代索纳塔。 下一步就是创业和买房子安家的事了,离过年还有两个月,夫妻俩打算安心度过这两个月,等过完年生了孩子再做这方面的打算。 日子安定下来了,李倩说道,小刚,咱们来大理这么多天了,也该去你家看看了。 我家?你是说陈立军家吗?刘小刚茫然地看向李倩。 对啊,那也算是你们的家,不管怎么说,陈立军的父母把你们兄弟养大,应该去看看才对。 那好,去看看吧,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去了,去看看也行,我还从来没去过呢。 刘小刚笑了起来,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的,你本来不丑,可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挺丑的。 我是孕妇,这很正常,你见过这么漂亮的孕妇吗? 李倩歪着脑袋问。 还真见过。 刘小刚点头说道。 李倩蹙眉问道,谁啊? 阿眉,大着肚子也挺漂亮。 刘小刚说道,担心李倩有意见,赶紧补充道,不过你也挺美的。 你的美跟她不一样。 你要妩媚一点,她要正式一点。 什么正式一点? 就是要典雅一点对吧? 对,就这意思,反正你们俩都挺漂亮的。 李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比不上他们姐妹俩,人家比我年轻几岁,长得又比我好看。 不过我已经知足了,再漂亮的脸也会变丑的。 只要你不再做对不起我的事,我就心满意足了。 放心,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刘小刚嬉笑道。 那好,我这个丑媳妇今天就跟你去见一下公婆吧。 等会儿吃完饭,我们去一趟你家。 行,我这就去做饭。 下午一点多,夫妻俩穿戴整齐,围上围巾,一起出了门,去附近的超市里买了两样礼物放上车,便开着车离开县城,向郊外的撒纳镇驶去。 大理是个白族人民居多的地方,白族民居很有特点,飞檐高俏,斗拱别致,青瓦白墙,整体延续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这样的景观在县城里很难看到,李倩降下车窗玻璃,边看边感叹,太漂亮了。 小刚,你应该早点带我来的。 这算不了什么,改天带你去古城看看,那边才漂亮。 刘小刚边开车边说。 看来,能定居大理还是不错的。 李倩笑道。 不一会儿,银白色的索纳塔到了撒纳镇。 刘小刚把车停在镇街上,引来一群人围观。 索纳塔虽然算不上什么好车,但对于一个城郊小镇来说,还算比较稀奇。 开门下车之前,刘小刚还是有些难为情的,街上都是父老乡亲,还有很多是小时候的玩伴。 几年不见,他虽然开着轿车回来,但瘸了一条腿,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大家看到是刘小刚后,一个个冲他喊道,刘小刚,原来是你小子,混得不错啊。 刘小刚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的那条腿看起来正常,但怎么样都难掩瘸了的事实。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烟发了一圈,以缓解自己的尴尬。 有人问他腿怎么了,他说,在东莞带着小弟们跟人火拼,不小心被打伤了,慢慢就会好的。 一圈中华烟发出去,大家都夸赞起刘小刚来。 陈立军和刘小刚在深圳混社会的事人们早有耳闻,看来刘小刚虽然伤了腿,但还是混得不错。 李倩下车后,人们的目光立即转移到他的身上。 李倩长相出众,天生一副大哥的女人的模样,虽然挺着大肚子,但一样光彩照人。 贫穷是万恶之源,老老实实在工厂里打工,拎着水桶衣架和被褥回来的打工仔无人理睬。 在外偷鸡摸狗,混得人母狗样开着车回家的混混,倒是不乏众人恭维。 刘小刚跟大家寒暄几句之后,拿了礼物,带着老婆往家里走。 一路上虽然走得摇摇晃晃,但也是春风得意的样子,所谓衣锦还乡,大抵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刘小刚和李倩进入陈建家院子的时候,陈建正坐在院子里抽烟,眼睛看着远处,若有所思。 今天是星期天,陈建没有去学校,他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静静地抽烟。 或者想着一些小事,或者什么都不去想,望着眼前的一切发呆,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爸! 刘小刚喊道,他从来喊陈建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有点像女婿喊老丈人。 陈建回头一看,先是一愣,随后笑了起来,小刚,你小子回来了。 嗯,这是我老婆,李倩。 刘小刚介绍道。 爸! 李倩喊道,陈建的形象虽然不伟岸,但比他想象得要好,陈立军老了,不见得比他好看。 陈建累了一声,从凳子上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大富翩翩的李倩。 李倩的样子跟他想象得也有差别,早就听说刘小刚娶了个风尘女子,看起来是有点像,不过还算端庄。 小兰他妈,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陈建冲屋里喊道。 屋里电视剧打斗的声音渐渐变小,吴长兰拿着电视机遥控器走了出来,定睛一看,小刚回来了。 随即又看向李倩,眼神里难免带着几分鄙夷,但脸上堆着笑容。 姑娘,我们见过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妈,我叫李倩。 这是李倩第一次叫别的女人做妈,有些声色,不过发自内心。 诶,对,你看我这记性,快要生了吧你这是。 吴长兰盯着李倩的肚子看。 李倩笑道,还有两个月左右。 对于李倩,吴长兰两年前去深圳处理陈立军被抓的事的那段时间见过。 那时候,刘小刚和李倩刚从深圳去东莞,开了个发廊。 吴长兰还和刘大勇他们一起去东莞,喝过他们的开业酒呢。 当时吴长兰还以为刘小刚开的是正规发廊,认为这个养子还挺有本事。 后来才知道那所谓的发廊不过就是个名称罢了,干得不单单是理发的营生。 小兰他妈,你别站在门口,让孩子们进去,外面冷。 陈建提醒道。 哦,快进来坐。 吴长兰侧身让出了道,刘小刚拎着礼物先进了屋,因为腿瘸,身体摇晃着,被陈建夫妻看在眼里,但没说什么,关于刘小刚被人打瘸了的事,他们早有耳闻。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陈建的心里还是疼痛了一阵,虽然不是亲生儿子,但是带了那么多年,感情是有的。 再说了,这让他觉得愧对了孙秀丽的托付。 李倩也跟着进了屋,刘小刚把礼品放在桌子上后,领着李倩在沙发上坐下。 沙发是很老实的那种,扶手上搭着镂空毛巾,坐下去能听见弹簧的响声。 屋里生着煤炉子,炉子上的的水壶冒着热气,在冬日里充满温暖和生气。 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们不是在东莞的吗? 陈建问道,回来了,以后都不回去了。 刘小刚边说边掏出中华烟,递了一支给陈老师,自己也点上一支,屋子里立即布满烟雾。 在乡下没有当着孕妇不抽烟的说法,同样来自农村的李倩自然能够理解。 不回去了,那你们的行李呢? 吴长兰问道,妈,在县城里呢? 李倩说道,以后我们就在县城里住了,准备过段时间在城里买套房子。 刘小刚补充道,陈老师点点头,感叹道,回来好啊,外面再怎么好,哪有自己的家乡好? 落叶都是要归根的吗? 立军再过一年多就出来了,到时候,我也希望他能回来。 哎,他呀在外面混成了阶下囚,丢人哪。 说起陈立军,刘小刚心里有些内疚,当初因为他独吞了转让酒吧的钱,导致陈立军身上缺钱,又要躲避阿基的打击暴富,才伙同几个狐朋狗友去打劫超市。 但这事的前因后果,陈建夫妻二人并不知道。 刘小刚有些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往外面院子里走,李倩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跟着他走了出来。 你家原来在哪里呢? 李倩问道,你是说小时候吗? 就在那儿。 刘小刚指了指陈建家隔壁的那间房子。 李倩走过去,看了一下挂在门上的铭锁,又透过那扇装着钢条的玻璃小窗户往里面看。 由于里面有窗帘,什么都看不到。 有钥匙吗? 能不能打开看看? 李倩问道。 这时,陈老师已经走了出来,见李倩想进去,就到回屋里找钥匙。 不一会儿,陈建拿着钥匙来了,打开了房门,屋里的一切让刘小刚感到意外。 这房子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进去过了,里面居然还是那么干净,而且还多了一套简易沙发和组合柜子。 爸,有人在这里面住吗? 刘小刚问。 你哥前段时间回来住过,他和许冰冰离婚了,你们知道吧? 知道,我几天前还跟他打电话呢。 这些东西,是他和许冰冰去年回来办结婚证的时候买的。 许冰冰要把这儿当作他们在大理的家,可没想到一年不到就离婚了。 刘小刚没再说什么,和李倩一起东看西看,似乎在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 这个是你吧,那时候你多大啊? 李倩指着墙上老相矿里的照片,问刘小刚。 四岁吧。 刘小刚说。 陈建更正道,是五岁,那时候你哥七岁。 也就是你们的父母离开的头一年照的,是吧? 李倩问。 对,就是他爸去世,他妈离家出走的头一年。 陈建替刘小刚回答。 关于刘小刚的身世,李倩自然是知道的。 他盯着旁边孙秀丽的那张单人照看的出神。 你妈真漂亮。 当然,要不我怎么会这么帅? 刘小刚洋洋自得地说,突然问道,还有一张照片呢? 我记得,还有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我们一家四口的那张。 怎么不见了? 陈建没想到,刘小刚还记得那张照片,他原本并不打算把怀疑孙秀丽回来的事告诉刘小刚。 见他发现照片不见了,于是说道,我怀疑是你妈回来拿走了。 刘小刚不可思议地扭头看向陈建,不会吧? 我妈还活着? 她只是离家出走,没说她死了呀。 陈建说道, 奇怪了,那他怎么进来的? 他有钥匙。 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回来? 刘小刚一连串地问,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也在琢磨呢。 陈建说道,刘小刚转了一下眼球, 爸,你不会是跟我妈真的有一腿吧? 刘小刚向来说话都没大没小的,陈建知道她的性格, 但是这句话一出,陈建还是很难为情,当着李倩的面她又不好发作,只好闷着不说话。 李倩健壮,赶紧瞪了刘小刚一眼,小刚,怎么说话的呢? 刘小刚也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唐突了,解释道,这也不怪我。 小兰的妈妈以前经常都这么说,这时,三人的身后传来吴长兰的声音, 你们在说我什么?我以前经常说什么了? 李倩反应快,笑着解释道,没有,我们在说以前的照片。 以前的照片? 吴长兰盯着老相框看,这是他们家的照片,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没再说话,吴长兰看了一眼孙秀丽的那张单人照,本来想再嘲讽一下陈建, 想到孩子们都大了,再说,当着第一次来家的儿媳说,这个也不好, 所以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 忽然,她也发现刘家的那张全家福不见了。 虽然她很少进这屋里来,但是刘家有张全家福的事,她是知道的。 以前刘明贵和孙秀丽都还在的时候, 她爱来串门,因为照片拍得好,一家四口又长得都挺好看,所以她有印象。 小刚,你们家那张全家福去哪儿了? 你们拿走了? 还是你哥他们拿走了? 吴长兰问。 我不知道。 刘小刚回答道。 我们就在为这事纳闷呢。 既然吴长兰都发现照片不见了,陈建也只好这么说了。 吴长兰看了一眼陈建,不会是孙秀丽回来, 拿走了吧。 有这个可能。 陈建点头道。 吴长兰看了一眼崭新的沙发和组合柜, 又看了一眼整洁的床铺, 心里的话还是没憋住。 是不是他拿走了? 你最清楚, 我说这屋里怎么会这么干净, 像有人经常在里面住似的。 这话一出, 三人都盯着吴长兰看, 这很明显就是在怀疑孙秀丽和陈老师在这间屋里发生过事, 而且还是经常发生。 你说话不要不音不扬的, 想说什么就直说。 陈老师忍不住发火了。 那你说那张照片去哪儿了? 除了孙秀丽, 谁会喜欢那张照片? 不是你拿给他了, 他自己能进屋来拿。 吴长兰也不示弱, 大声说道, 我们不也在纳闷着是吗? 上次大勇回来我也跟他说过的, 事情要是你想的那样, 我会跟孩子们说吗? 陈建具里力争, 那这屋子里面怎么这么干净? 经常没人住的屋子会是这个样子。 吴长兰说道, 屋子是去年许冰冰和大勇收拾的, 还买了两样家具, 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有, 前段时间大勇回来过, 还在里面睡了一晚上, 屋里肯定是他打扫的。 陈建愤然道, 李倩见两位老人吵起来了, 说道, 爸, 妈, 别吵了, 一点小事而已。 走吧, 咱们出去。 大家走出刘家屋子, 回到陈家屋里, 见陈建和吴长兰的脸上还有余怒, 本来就没打算待多久的刘小刚和李倩辞别了二老, 说有空再来看他们, 便离开了陈家, 到镇街上开着车回了县城。 深圳蛇口这边, 阿云母子二人跟着郭敏到了蛇口半山的别墅后, 相处得很是愉快。 阿云和郭敏虽然一个是北方人, 一个是南方人, 但是很聊得来, 很多观点都能说到一处。 第二天, 郭敏就开车带着阿云母子二人去了蛇口的红文学校, 这是蛇口最好的私立学校, 里面师资力量和环境都非常好, 郭敏为阿杰办理了入学手续, 因为这个学期不到一个月就要放寒假了, 所以学费只需要一个月的。 于是, 郭敏干脆连下个学期的学费生活费什么的一起给阿杰交了。 阿云在旁边拉住郭敏, 说自己有钱, 郭敏哪里会听他的, 金卡一递上去, 三两下就刷卡买了单, 搞得阿云很是过意不去。 孩子入学后, 家里就是两个女人的世界了, 她们一起逛街, 一起买菜, 一起做饭, 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 几天后, 许冰冰她们从上海回来了, 大家一起去梅姿公司查看了服装工作收尾的情况, 又去南游处理了工厂。 工厂的工人们在前几天就被全部辞退了, 每个人都拿到了最后一个月的双倍工资, 想找工作的找工作, 想回家过年的回家过年。 工厂里的机器设备也处理得差不多了, 厂房也会很快就退租, 一个近千人的服装厂就这么倒闭了。 回到蛇口深达大厦的公司里之后, 唐丽娟召集公司各个部门的人到会议室里开会, 确定了各个部门的人员结构, 有个别打算离职的, 还有一些平时工作不认真的人都被辞退。 然后唐丽娟宣布梅姿公司到此就完结了, 因为办公室要装修, 所以大家全部放假十天, 十天后回来开始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工作。 第二天, 许冰冰带着唐丽娟、 庄云、 莫问三个人去往蛇口工商局, 办理了公司更名和更改经营范围的业务, 注册资金也从原来的5000万元更改为8000万元, 正式成为了一家以房地产开发、 销售和管理的公司。 至于公司名称, 顺发和丽娟都没有注册成功, 只有南宇可以注册, 于是公司名称就确定为深圳市南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许冰冰还分了部分股份给唐丽娟她们三人, 唐丽娟、 小莫和阿云每人持有公司5%的股份, 剩余的85%由许冰冰一人持有。 许冰冰觉得, 要干大事, 不可能只靠她一个人, 公司虽然是她出钱成立的, 但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做出好成绩, 而她手下的这三个人除了小莫的业务能力要稍差一些外, 唐丽娟和阿云都是能干事的女强人。 对于小莫, 许冰冰看得出来, 她虽然业务方面不如唐丽娟和阿云这两个职场老手, 但是她的忠诚度要高过他们两个, 而且她能文能武, 在复杂的商业环境里, 她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帮手。 公司的手续办下来了, 大家都很高兴, 回程中, 阿云接到了郭敏的电话, 关切地问了他们办理公司手续的事, 当得知一切顺利之后, 郭敏很开心, 邀请大家到她那儿去吃晚饭。 挂了电话, 阿云扭头对汽车后排的许冰冰说, 阿冰, 郭怡邀请我们去她那儿吃饭。 许冰冰不说话, 正在开车的唐丽娟说道, 去吧, 我也想去, 等一下我们去我家, 叫上何俊宏一起去。 坐在许冰冰旁边的小莫也说道, 我还没见过郭敏老师呢, 大明星请吃饭, 肯定要去的。 大家都等着许冰冰回答, 只见她沉吟了一下之后说道, 那好吧, 我也去。 剑许冰冰答应去了, 大家都很高兴, 阿云拨打了郭敏的电话, 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她, 然后大家一起去了唐丽娟家, 叫上何俊宏, 一起去车去往蛇口半山。 奥迪A6到了郭敏家门口的时候, 郭敏已经把别墅的大门打开了, 人也站在门口, 像迎接国家元首一样恭候着。 何俊宏把车开进别墅小院里, 大家一起下了车。 许冰冰是最后一个下来的, 郭敏看到她之后, 两眼放光, 笑得露出了牙齿。 许冰冰则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不过郭敏已经很知足了, 许冰冰能进入她的家门, 对于他们母女关系来说,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大家跟郭敏打了招呼, 第一次见到郭敏的小莫, 很是高兴。 她曾经是阿梅的助手, 见过的明星不少, 但都是歌星, 像郭敏这样的老细鼓她没见过几个。 郭老师, 你好。 小莫搓了一下手, 伸手要跟郭敏握手。 郭敏不认识小莫, 但从前几天跟阿云的聊天中, 她知道许冰冰的身边 有一个很能打的女孩, 可小莫的样子 并不像她见过的那些女保镖, 不但不像女汉子, 还长得挺秀气。 你就是小莫吧? 郭敏边跟小莫握手边问道, 小莫那有力的手掌 让她感到阿云说得没错, 这确实是个恋过的人。 对, 我就是小莫, 叫莫问。 小莫高兴地说, 好好好, 莫问莫问, 那我们就不问了, 哈哈。 郭敏高兴地说道。 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 只有许冰冰抿着嘴, 似笑非笑。 接下来, 唐丽娟向郭敏介绍了何俊宏, 大家便一起走进了一楼客厅。 郭敏已经把食材都准备好了, 见她向厨房走去, 阿云和唐丽娟两口子也起身去帮忙。 许冰冰和小莫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许冰冰不是不会坐吃的, 是她根本就不想去凑这个热闹, 而小莫是真的不会坐, 只好坐在客厅陪许冰冰。 厨房里人多也不见得是好事, 空间有限, 七手八脚的反而碍事, 最后还是由郭敏和阿云留在厨房里坐吃的, 唐丽娟夫妻俩回到客厅里。 不多久, 一桌丰盛的晚餐就做好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 郭敏还拿出了一瓶很有年份的拉菲红酒, 每人倒上一杯。 来, 为了庆祝你们公司顺利注册成功, 我们大家碰一个。 郭敏举杯说道, 大家都举起酒杯, 碰过杯之后, 都清敏了一口美味的拉菲红酒, 只有许冰冰把酒杯放下, 点滴未沾。 郭敏以为许冰冰不想喝她的酒, 没说什么, 招呼大家吃菜。 唐丽娟明白, 许冰冰为什么不喝, 于是去冰箱里拿了一瓶饮料给她。 许冰冰接过饮料后, 说了声谢谢, 然后伸出筷子去夹菜, 当看到那条张着嘴的鲤鱼后, 她有些反胃, 只好加了一些素菜吃了, 整个晚餐都没吃尽多少东西。 晚餐结束后, 阿云要收拾行李离开, 住到许冰冰那儿去。 郭敏舍不得她走, 但也没有办法, 阿云以后要上班, 住在这半山腰里, 不太方便。 临别时, 阿云对郭敏说, 郭姨,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热情款待, 我以后还是会经常来陪你的, 你有空的时候, 多去我们那儿坐坐。 阿云边说编辑眼睛的样子, 让郭敏明白了她的意思, 是要她经常去许冰冰家, 不光是找她玩, 重要的是, 可以多和许冰冰接触, 这样对培养他们母女关系有好处。 告别了郭敏, 由于许冰冰没有喝酒, 所以由她来开车, 奥迪车沿路下山后, 先送唐丽娟和何俊宏回家。 一路上, 许冰冰的情绪都不高, 大家有说有笑, 她却默不作声。 到了唐丽娟家楼下的时候, 许冰冰扭头对正要下车的唐丽娟说, 丽娟, 明天你有空吗? 有空啊, 这几天公司装修, 我们都没什么事。 怎么了? 唐丽娟问道, 明天陪我去烫医院吧。 许冰冰说, 唐丽娟先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了过来, 好,我陪你去。 唐丽娟两口子上楼后, 许冰冰启动汽车向海上花园开去, 路上阿云问道, 阿冰, 身体不舒服吗? 怀孕了。 许冰冰淡淡地说, 阿云皱起眉头, 怎么会这样? 刘大勇知道吗? 不知道, 我也是前几天才发现的。 阿云深吸一口气, 这是弄的。 你打算做掉事吧? 不然呢? 婚都离了, 还生什么孩子? 阿云沉吟了一下, 不行的话, 就复合吧, 我看刘大勇很想跟你复合。 许冰冰冷笑起来, 复合。 理由是什么? 就因为孩子。 阿云姐,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想过, 如果只是为了孩子, 根本就没有必要。 你看, 你跟阿店就是这样, 为了孩子而复合, 结果呢? 最后还不是又离婚了。 阿云长叹口气, 对, 你说的没错, 婚姻的本质应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如果以附加条件勉强在一起的婚姻, 都不会幸福。 不过, 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清楚, 你属于不容易怀孕的那种人, 打掉了可能以后再也怀不上了。 我已经考虑了好几天了, 没有一个理由能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阿云想了一下说道, 也好, 现在公司刚刚起步, 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 至于感情上的事, 顺其自然吧。 说话间, 汽车已经到了海上花园的地下停车场里, 三人一起下车上了楼。 进屋稍作片刻之后, 许冰冰进入父母的卧室, 收拾了一番, 又去自己的房间里, 把东西搬到父母的卧室里去, 从今天晚上起, 她以后就住在主卧室里面了。 腾出来的房间自然是给阿云住的, 阿云把行李箱拉进房间, 开始规制自己的东西, 脸上也是愁云惨淡。 离婚, 寄人篱下, 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 唐丽娟开着那辆宝马528来接许冰冰, 准备陪她一起去做人流。 她知道蛇口有一家专门的妇产医院, 这方面的事做得比较好。 到医院之后, 先是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臂超, 血常规, 尿常规, 心电图等一堆检查过后, 一切都很正常, 医生叫许冰冰坐在手术室门口等候。 唐丽娟一直陪伴在许冰冰身边, 即便如此, 许冰冰的心里还是一阵阵慌乱。 此刻, 她恨死了刘大勇, 若不是因为她和阿梅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这些痛苦从何而来? 一位护士从手术室里开门出来了, 喊道, 许冰冰冰, 轮到你做手术了。 唐丽娟拍拍许冰冰的手背, 鼓励道, 别紧张, 只有一点点痛。 许冰冰走进手术室, 听从医生的话在一张外形的手术台上躺下。 手术灯亮起, 医生戴上手术专用的手套, 说道, 别紧张, 放松点, 一会儿就好。 许冰冰闭上眼睛, 心里七上八下, 当医生就要动手的时候, 她突然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对不起, 我不做了。 唐丽娟看到许冰冰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站起身来, 惊异道, 这么快? 没做。 许冰冰回答。 唐丽娟盯着她看了一眼, 想了一下, 不做就不做吧, 走, 咱们回去。 回去的路上, 许冰冰还是沉默着, 唐丽娟边开车边问, 怎么突然又不做了? 我觉得对不起孩子, 我舍不得她, 她。 唐丽娟点点头, 你想生就生吧, 公司里的室友我呢? 暂时还没关系, 等到要生的时候, 你们就多操点心吧。 不行就跟她和好算了, 孩子以后没爹也挺可怜的。 许冰冰摇摇头, 然后又笑了笑, 我就是要成全他们。 孩子没爹就没爹吧, 有我这个妈就好了, 总比连命都没有强。 唐丽娟听到这话, 苦笑起来, 你这么说, 我感到好惭愧哦。 这回轮到许冰冰来安慰唐丽娟了, 以后别做人流了, 怀上了就生吧, 事业上的事情, 我们相互帮忙。 唐丽娟点头笑了, 两人来到海上花园的地下停车厂里, 下车之后, 都看到了旁边的车位上 停着一辆崭新的福克斯轿车, 蓝色, 款式和颜色跟许冰冰几年前 开的那辆一模一样。 这是谁的车? 现在还买这么过时的车。 新款的福克斯都上市好久了, 居然还买老款的。 唐丽娟说道, 新款的上市了, 老款的就便宜了, 这样买车比较实惠。 这车很不错的, 底盘沉稳, 很有安全感, 方向也很好用, 指哪打哪。 许冰冰弯腰打量着这辆老款新车, 似乎还有点怀念。 就是油耗有点高, 对吧? 唐丽娟笑道, 每系车都这样, 安全性能好, 油耗自然要高一些。 许冰冰解释道, 两人聊着天进入电梯, 来到家门口, 许冰冰掏出钥匙开了门, 客厅里坐着的。 除了小莫和阿云, 居然还有刘大勇。 阿云和刘大勇坐在一张沙发上, 聊着天, 小莫因为很反感刘大勇, 远远地坐在一边, 正盯着电视看, 客厅的一角, 立着一个很有质感的吉他盒子。 阿冰, 你们回来了? 刘大勇嘻笑着冲许冰冰喊道。 许冰冰和唐丽娟都没理睬她, 换了鞋之后, 在刘大勇的对面坐下。 楼下停车场里的福克斯是你的。 唐丽娟问道。 对, 昨天才买的, 跟阿冰原来那辆一模一样, 我一看到, 他就喜欢上了, 立马就买了下来。 本来我打算买杰达的, 后来加钱买了它。 刘大勇笑道。 唐丽娟没有再跟他说这个, 刘大勇的笑就显得尴尬起来, 似乎没有人会领会他的这番用意, 属于他自己唱读缴戏而已。 大家就这么坐着, 没人再说话, 阿云先前没有跟刘大勇说许冰冰怀孕的事, 更没有说他去医院坐人流。 刘大勇见汽车的事不讨好, 起身去墙角拿起那把他前段时间来舍口给许冰冰买的吉他, 说道,阿冰,我前几天给你买了一把吉他, 马丁的,音色很好,做工也很惊喜。 说着就要打开吉他盒子。 不要打开了,你拿回去吧, 我以后没什么机会弹吉他了。 许冰冰冷冷地说, 这没关系,放在家里, 想弹的时候弹, 不想弹就放在家里也不会坏, 是吧? 刘大勇笑道, 你还是拿回去吧, 我不需要。 买都买了, 我拿回去也没用, 我又不会弹, 这你知道的。 许冰冰冷笑一下, 你不会弹, 总有人会弹吗? 刘大勇明白他的意思, 说道, 阿冰, 我跟阿梅真的没什么, 我现在也没有跟他在一起。 不要再说他, 我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许冰冰称怒道, 刘大勇见许冰冰生气了, 只好把吉他放回墙角。 这时候, 小莫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问道, 你们去做手术, 做了吗? 唐立娟正要说话, 许冰冰抢着说道, 做了。 做手术? 做什么手术? 刘大勇不明所以地扫尸大家, 又是没人说话。 许冰冰把包里的一堆做人流的检查单掏了出来, 扔在刘大勇的面前, 刘大勇, 你看清楚了, 不是只有阿梅能怀孕, 我许冰冰也是能怀孕的, 她喜欢生你的孩子, 就让她去生吧, 我不稀罕。 许冰冰说完, 起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突然又到回来说道, 记得把你的吉他带走。 默然地看着许冰冰进入卧室后, 刘大勇慢慢拿起她扔在茶几上的医院检查单和收据, 一张一张地仔细看, 单子上的名字全是许冰冰的, B超单显示单胎, 正常怀孕, 血肠归尿常规那些数据, 刘大勇看不懂, 但应该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张上面写的是人工流产术。 刘大勇明白了, 许冰冰这一个上午是去医院做人流去了, 他竟然打掉了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要这样? 刘大勇的面容痛苦, 盯着一堆单据看, 忽然, 一滴泪掉到了手术单子上。 唐丽娟他们都盯着刘大勇看, 除了小莫的心里没什么感觉外, 唐丽娟和阿云都很难过, 原本非常恩爱的两个人, 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 曾经他们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经历了那么多波折后, 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许冰冰为了跟刘大勇在一起, 也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原以为他们会白头写老弟老天荒, 没想到结婚一年, 都不到就分开了, 让人不禁思索, 刘大勇和阿梅之间, 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如果是故意的, 她为什么还这么在乎许冰冰? 如果不是故意的, 阿梅又怎么能怀上她的孩子? 刘大勇掏出香烟, 用颤抖的手抽出一只点上, 默默地抽了两口, 烟雾在她低着的头上弥漫开来, 渐渐散开。 随后, 她缓缓站起身, 默默地换了鞋, 没跟谁打一声招呼, 就慢慢地向门外走去, 背影有些勾搂而又落寞。 卧室里, 许冰冰看着窗外发呆, 天空熙熙立立地下着小雨, 她的面容忧郁, 眼里闪耀着晶莹的泪光。 片刻之后, 她看到楼下小区的车辆出口处, 一辆崭新的福克斯轿车缓缓驶出, 在雨中渐渐远离了小区, 她的泪水终于掉落下来。 刘大勇开着车离开许冰冰家后, 向西乡方向驶去, 情绪低落的她又点燃一只香烟叼在嘴上, 看着雨点密密麻麻地洒落在挡风玻璃上, 雨刮气很有节奏地慢慢摆动着。 许冰冰说她拿掉了他们的孩子, 这让她心痛不已, 好不容易怀上了, 却是在离婚之后, 而且她还狠心把孩子拿掉了。 她没想到她会那么狠心, 那可是他们两人爱情的结晶啊, 看来他们的感情是真的走到头了, 她存在于心里的那份希望和幻想彻底破灭了。 前段时间离婚的时候, 许冰冰逼得紧, 她只好顺从了她。 她知道, 离婚并不代表感情破裂, 复婚和好的是太多了。 所以她幻想着, 有一天许冰冰能理解她原谅她, 只要有希望, 她就愿意去等。 可今天的事让她失望了, 许冰冰连他们的孩子都舍得打掉, 还有什么舍不得? 又怎么可能和她和好如初? 雨越来越大, 车外视线模糊, 烟灰长得快要掉落了, 烟雾迷蒙了刘大勇的眼睛。 突然, 前面的车辆起刹车灯, 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 刘大勇因为心里难受, 反应慢了些, 没能及时刹车, 哐的一声撞了上去。 烟灰掉落在她的裤子上, 她待住了两秒钟, 急忙下车去看, 前车是一辆白色的宝马740, 后保险杠被她撞成了一个大坑。 福克斯的前脸也被撞得稀烂, 塑料碎片洒落一地, 浸湿在雨水中。 宝马车的主驾车门开了, 一把花伞随即打开, 接着下来一个女人, 二十多岁, 身材高挑, 穿着黑白波尔卡 圆点图案的连衣裙 和白色小西装, 卷发披肩, 五官精致。 刘大勇吐掉嘴上的烟头, 吼道, 你怎么开的车? 有必要踩那么急的刹车吗? 女人撑着伞走过来, 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我踩得不算急呀, 前面突然停车, 我也正纳闷呢。 刘大勇侧头一看, 宝马车前面根本就没有车, 也许是已经开走了吧。 你看看, 我这刚买的新车, 撞成这样了。 刘大勇心情不好, 态度也就恶劣起来。 女人先看了一下 两车相撞的地方, 然后说道, 先生,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这可是你撞的我, 你追我的委, 是你的责任。 女人也来气了。 刘大勇这才意识到 自己过分了, 盯着女人看了一眼, 感觉她有点面熟, 但又想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 是我追你的委, 但你这刹车 也太急了点。 刘大勇的语气 温和了下来。 女人看刘大勇的眼神 也有些疑惑, 见刘大勇的态度 变了, 她也没有再理论, 报警吧, 由交警来处理。 刘大勇向上抹了一下 被雨水淋湿的头发, 没有说话, 她的车昨天下午才买的, 台照和保险都还没办理呢。 按理说, 这样的车是不能上路的, 可是她昨晚上听说 许冰冰从上海回来了, 今天早上就迫不及待地 背着吉他来讨好她, 没想到, 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看到女人从小西装的口袋里 掏出手机要报警, 刘大勇慌了, 上前一步说道, 别报警了, 我昨天下午才买的车, 什么都没办, 我赔钱给你。 女人停下拨电话的动作, 看了一眼刘大勇的车, 什么都没办你就上路了。 刘大勇笑道, 本来打算今天下午去办的, 没想到。 这时, 雨小了很多, 宝马车, 后排车门开了, 下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来到女人面前, 先看了看车祸现场,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刘大勇, 说道, 你不就是那天晚上 在码头弹吉他的那位叔叔吗? 刘大勇定睛看了一下小女孩, 才想起 他们是他给许冰冰买吉他的那天晚上, 在蛇口码头遇到的那一对母女。 女人在女儿的提示下 也认出了刘大勇, 她把手机放回衣兜里, 笑道, 原来是你呀, 缘分, 缘分。 刘大勇也笑着说道, 这样吧, 你说多少钱, 我赔钱给你。 既然有缘分, 就算了吧, 我改天开到4S店去修好就行了, 你自己的车自己去修吧。 女人说道, 刘大勇是性情中人, 别人越是够意思, 他就越不能让别人吃亏, 急忙说道, 那不行, 这可不是小瓜小蹭, 要不少钱才能修复呢, 这钱必须我出。 女人见刘大勇坚持要赔钱, 把手机又掏了出来, 笑道, 这车修好要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这样吧, 我今天还有事, 我寄一下你的电话号码, 明天我开车去修, 修好了再打电话给你。 好, 没问题。 刘大勇爆出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女人在手机上记下后, 便带着女儿上了车。 小女孩上车前, 还对刘大勇挥挥手, 叔叔再见, 以后开车小心点哦。 看着宝马740离去后, 刘大勇的心里, 升起一股暖意, 心想这世界还是好人多。 仅凭一面之缘, 人家就这么洒脱地处理了这事, 要是遇到心狠的, 不趁机讹他一笔才怪。 把掉落在路上的几片塑料件, 捡起来扔到路边后, 刘大勇里了李湿润的头发。 上车拿纸巾擦了一下脸上的雨水, 启动汽车向西箱方向驶去。